TVB威脅打官司,魔堂再爆 他又由何時開始成魔呢? 他的成魔之路又是怎樣呢? 吹到行一行的遺跡解密 大家猜猜數丑魔堂的第一集收視有多少 唉,答案是1點就很可憐 但通訊局就收到5宗投訴 甜的吃,苦的吃,酸的都要吃 總之你不再說實話,事都可以給你吃 正當大家在插ATB的時候 TVB的台慶蘇也收到22宗投訴 被人插入供器施用,不斷反對政府發牌 大家在門前捉賊,你就在猴爛放火 是啊,TVB還去信立法會議員 繼續反政府發牌 說2009年中期牌照檢討時 TVB因應政府要求加大10至15年的投資金額 但一直都未獲知會會增發牌照 所以應該等他們在2015年11月現有牌照完結 才再發牌 我說了很多次,其實我是沒有Plan B 可能我真的很天真或者簡單 申請牌照 normally是四個月 不是四年 我這麼久都沒有說過這個消息出來 今天是第一次說,因為真是爆 真是谷到爆 對於TVB可能會司法覆核 黃老闆都未怕過,還說對方贏面好味 我覺得在電訊市場做了20年 如果我能夠在電視做多20年都很成功 我想真是死而無憾 我覺得是想證明自己的能力 她還說有TVB的員工E-mail可以撐發牌 如果政府年底發牌的話,明年7月就可以啟播了 無意義還會在下星期三,立法會台會上 動議要求政府在年底前發牌 周尼包的黃老闆就說,如果今次革命不能夠成功 她很難相信未來10年有個傻仔肯放下30億 700個烈士肯捨命賠軍節 警告政府不要再逼她商量刪量 TVB整天嚇鬼 以廣告收入10年來沒有增長來阻止政府發牌 不過有廣告界人才踢爆 TVB的廣告收入9年之間勝出六成